这是央视主持人宋英杰发布的一条诡异的微博 微博内容让人猫顾颂然 当时是2018年5月10日 这位央视主持人说 豆包同学快四岁了 晚上临睡之前跟我聊天 他说 我的老家在四川 就在成都西边一点点 我的两个女儿还在那 一个十五 一个十岁了 我已经好久没见到他们了 可能不快要认不出来了 我想去四川看他们 然后再回来 我和四川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说完这些话 他就睡着了 我却陷入了深深的遐想 半个小时后 宋英杰又发了一条微博补充道 关键他说在成都西边 然后我说雅安 他说不是 杜江燕 不是 我就帮着数 最后说北川 他说是 所以吓到我了 虽然之前也跟我翻地图书 但从来没有聊过县级地名 他说他离开老家十年了 可是他根本就从未听说过 汶川地震这个词汇 而且也不看电视 很快 这引起了许多网友的讨论 大家自然地把豆包 与08年大地震中丧生的人们 建立了联想 四年前我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 在《前世记忆》那期里 也提到过这个故事 后来 宋英杰的妻子给出了个解释 说是孩子从小跟他爸学地理 加上家里的阿姨是重庆人 小孩的想象力比较丰富 所以会沉浸在自己的虚构故事里 说实话 这个解释多少有点牵强 后来网友说 要证明这个其实很简单 给孩子天天四川不同地方的方言 看他能听懂哪里的 如果能听懂 那大概率就没跑了 这件事情到现在已经过去五年了 豆包小朋友也上小学了 不知道他现在还有没有前世记忆 有时候我就在想 在我成为我之前 我是谁 在我死后 我又会变成什么 这些问题几乎无解 我们似乎除了穷尽余生去猜测之外 毫无办法 最近我在检索这些问题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一本书 名叫《当你的孩子想起前世》 说明立刻引起了我的兴趣 他的作者吉姆塔克 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儿童精神病学家 吉姆塔克研究儿童讲述的前世故事 长达几十年 他和他的研究团队收录了几千条案例 并把这些案例分类整理 研究分析并汇编成这本书 试图解释这些孩子 拥有前世记忆的真相 这无疑是前世今生话题下 很有用的探索方式 因为无论是上述提到的央视主持人事件 还是我们曾经介绍过的 那个小飞行员事件 主人公对别人讲述的前世记忆 无一例外都是幼年时期 很多人到了七岁以后 都把这段记忆忘得一干二净了 看来研究前世今生 确实要从娃娃抓起 我们先来看一个惊悚中 又有点温馨的故事 美国加州有一对小兄弟 哥哥波比 弟弟唐纳 他们相差两岁 波比从小就和伯父老王一家感情很好 经常对父母说 自己和他们才是一家人 后来波比长到五六岁时 渐渐对父母说了一件离奇的经历 他说自己和弟弟唐纳 曾经同时在伯母的肚子里等待降生 但由于唐纳不想出生在老王家 而是想要出生在现在这个家庭里 于是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把自己和波比都弄出去了 之后波比还是想要回到伯母的肚子里 但等到他再次找到伯母 想要进去时 却发现他的小唐姐瑞贝卡已经在里面了 他试图把瑞贝卡踢出来 但没有成功 最后瑞贝卡成功出生 于是波比才进入了现在这位母亲的肚子里出生 波比最后对母亲说 我是历经了千辛万苦才能到这里来呀妈妈 事后母亲对老王一家说起这件事情 他们感到非常惊讶 原来老王妻子曾在七年前怀过一对双胞胎 但在于33周的时候 突然意识到这双胞胎竟然一动也不动了 经过检查才发现两个胎儿都死了 他的病例显示 当时期待之一连接胎盘的地方没有包裹得很好 容易受压迫出些问题 而胎儿死亡的原因是其中一名胎儿滚到那条胎盘上 压迫导致血液无法流动 最后两个胎儿都没有幸免于难 由于当时他受到了很大刺激 因此他们一家对此讳莫如深 从不提起 波比的父母也从不知道此事 老王夫妻后来生了三个女儿 小女儿瑞贝卡出生了18个月后 波比就在现在这个家庭里出生了 以上就是波比对自己在未出生之前的记忆 除此之外 波比还对自己以前的人生有印象 他曾经对母亲说 自己有一事是受到枪伤之后死去 还有一事是青少年时期出车祸去世的 书中介绍 波比的案例其实非常特殊 因为他是非常少见的 记得多次人生的孩子 而大多数的孩子只记得上一世的人生 他们中的许多人还会受到影响 因此而害怕某些相关的东西 比如莫名非常害怕水的孩子 上一世就可能是溺水而死的 为了找到相关案例 我把整本书又翻了一遍 这本书我只买到了电子版 由于出版原因 它是繁体字 尤其是数版 我对着屏幕一字一句翻案例 阅读的违和感 让我的眼睛差点爆笑 好在最后还是找到了对应的故事 说是斯里兰卡 有个叫做普雷玛的女孩 从她婴儿时期起 洗澡就需要好几个大人摁住她 否则她就会拼命挣扎 表现出对水的巨大恐惧 当她到了六个月大的时候 也开始表现出对大巴车的恐惧 有时甚至听见这个词 都会吓得瑟瑟发抖 普雷玛会说话的时候 对家人说 自己曾经有一天 则在嘎吐达瓦的路上 过来了一辆大巴车 她为了躲避这辆车 不小心掉进路边田地里的水坑淹死了 后来根据普雷玛的话 她的家人 在附近的一个叫嘎吐达瓦的村子 打听到 在普雷玛出生一年半以前 这里有一个11岁的小女孩 就是在路上为了躲避巴士 而跌进了田地水坑里淹死的 那么刚会说话的普雷玛 是怎么知道这件事 还对应上了所有的细节呢 没有人知道 实际上 本书的作者强调 他们虽然研究了数千份案例 但是如果有人问 你们怎么确定这些孩子说的都是真的 你们怎么确定前世真的存在呢 作者的回答都只能是 无法确定 是的 我们希望带给大家的 只是世界各地出现过的 孩子们关于前世的描述 我们把这些案例呈现给大家 大家只当作是茶余饭后的新鲜故事听 或许也能从中得到一些自己的感悟 波尔尼玛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女孩 斯里兰卡这是热门的投胎地点 这个女孩出生时带有一些浅色胎记 位于胸部左边和肋骨下面 从她两三岁开始 她就和家人提起自己的前世 但她的父母从来没把这当回事 在她四岁那年 在电视上看到节目介绍凯拉尼亚的庙 波尔尼玛对家人说自己认识这座庙 实际上这座庙在当地很有名 后来波尔尼玛有机会去过那个座庙 她指着庙南边的河说 自己曾经就住在河的对岸 后来波尔尼玛对这件事的描述越来越多 她说自己曾经是住在那条河对岸的男人 坐着献箱为生 还称她坐的两款献箱 名叫安皮加和吉他皮奇查 瞧着倒霉名字 后来这个男人死于一场车祸 波尔尼玛的父母从来没有听过 这两款献箱的名字 本书作者却往当地调查 当地店铺里也并没有人在卖这两款献箱 但后来当地学校的老师听说这件事 对此非常感兴趣 于是沿着那条河走访 竟然真的在波尔尼玛描述的河对岸 听说了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死于波尔尼玛出生的前两年 他就是做献箱的 并且把自己做的两款献箱 叫做安皮加和吉他皮奇查 这个献箱老板有一天骑着单车 去市场上卖献箱 结果在路上出车祸死了 验尸报告显示 他的致命伤是左边肋骨骨折 脾脏破裂等 还有一条伤痕从右边肩膀 延伸到了左边胸部 这正好都和波尔尼玛天生的胎脊相吻合 从这几个故事里我们不难发现 有些孩子幼儿时期 似乎真的拥有一些不属于他自己的记忆 他们会描述一场死亡 一段人生 他们的恐惧和喜好 也可能都和这段不属于他们的人生有关 根据本书作者吉姆塔克教授团队的研究 拥有前世纪的小孩通常具有一些特征 特征一 他们会重点记得前世去世后不久的事情 比如普雷玛通常向家人描述的 都是那个女孩死亡前居住的地方 如何躲避巴士 如何淹死等等 但基本没有提过她童年时期的经历 还有一个中国的案例能佐证这一点 这是一个出生于1964年 名叫拉塔纳的泰国小女孩 某一天突然要求自己父亲带她到指令的寺庙里 在那里拉塔纳似乎对一切都很熟悉 认识庙里的所有建筑 甚至某些女婴 她对父亲说起 自己曾是一个叫金兰的中国女人 就住在这间泰国寺庙里 后来生病回国医治 不久后死去了 拉塔纳有些不高兴地说道 我死后骨灰四散 我的女儿没有埋葬 拉塔纳的父亲按照她说的 托寺庙的关系 竟然真的找到了金兰的女儿 经她证实 拉塔纳所说的都准确无误 而金兰去世前 曾拜托女儿将自己的骨灰坛 埋葬在寺庙的菩提树下 但女儿赶来 发现菩提树根生长绵延无法缺开 于是只好把金兰的骨灰 撒在树的四周 这也和拉塔纳的说法契合了 在吉姆塔克教授的研究的大量案例中 当事人基本都具有这个特征 有的孩子回忆前世 活到了茂迪之年 但他们回忆起来 也是以老年记忆为主 尤其是死亡前后的事情 而很少会提到年轻时的经历 特征二 他们都有着和前世死因相关的胎记 就像普尔尼玛左胸和肋骨下的胎记一样 本书案例中 还有一个叫做查奈的泰国人 出生于1967年 他天生在脑后有一个圆形的小胎记 左眼上方有个大一些的不规则的胎记 在他三岁时 他告诉自己的父母 自己曾经是个老师 叫做伯凯 有一天在去学校的路上被枪杀了 他还提到许多伯凯的信息 包括居住地 工作地 家人名字等等 根据这些信息 查奈的父母竟然真的找到了伯凯的家人 1962年 也就是查奈出生的五年前 伯凯在上班路上被枪杀 他受到的枪伤正是子弹从脑后射进 又从左边额头射出 因此后脑伤口小而远 前额的伤口大而不规则 这又惊人地契合了查奈的两处胎记 根据吉姆塔克的研究整理 他们认为 小孩的胎记 可能与心理作用有关 也就是说 假如真的有灵魂存在的话 一个人在死前遭受身体伤害的记忆 可能会随着灵魂一直存在 于是灵魂在下一次子宫内发育阶段 还是无法忘记受伤害的记忆 于是身体上出现了记忆吻合的胎记或缺陷 吉姆塔克的研究中还记录着这样的案例 有人去世后 亲人希望下一次还能认出他 于是用颜料在他身体上涂特定的记号 结果几年后 真的怀疑生下了胎记吻合的孩子 这也可能是孕妇内心笃信 家人会来找自己 自己给自己心灵暗示 导致妊娠阶段 胎儿真的在相应的位置出现胎记 当然 这些也都只是推测 试图解释胎记的原理 大家不必盲信 那么特征三 前世的情感会影响到这一世 这些孩子会恐惧前世 导致自己死去的东西 比如前面提到的怕水 啪嗒啪车等等 也表现为孩子见到前世的相关物品 地点或家人时 表现出来的眷恋的情绪 有一部电影叫《癌心起源》 讲的就是一个寻找前世记忆的故事 主人公的女友 因为电梯事故被腰斩而死 若干年后 男主在印度偶然间 找到了一个和死去女友 拥有一样眼睛的小女孩 但经过测试 这个小女孩并没有任何关于前世的记忆 影片的最后 男主带着小女孩走出实验室 在走廊里等待电梯 当电梯到达 铁门打开的那一刻 小女孩突然崩回大湖 怎么也不敢靠近电梯 就像电梯里 有着别人看不见的痴人怪物 男主仿佛明白了什么 抱起小女孩转身走了 影片结束 这个电影我印象非常深 里面的一首配乐也非常契合 很好听 就是视频现在播放的这首《背景音乐》 如果大家此时没有听到《背景音乐》 那就是这首歌有版权后期去掉了 我们说回前世记忆 吉姆塔克教授研究发现 其实大多数孩子对待前世的记忆 都是一种超然的态度 即没有过多的情绪 似乎在讲述一个遥远的故事 有的孩子上一秒还在愤怒地指责上一世有坏人害自己 下一秒就像无事发生一样去吃冰淇淋了 当然假如你现在明确地得知人生有轮黑 你肯定也不会在意那些致死的仇恨 说不定下一世活得更好呢 对吧 特征四 前世记忆一般在六七岁时消失 研究案例中绝大多数孩子 到了六七岁后 逐渐忘记了自己曾经拥有的前世记忆 甚至听到父母告诉自己时 也丝毫不记得自己说过那样的故事 比如一个缅甸的小孩 在会说话时 经常说起自己曾是一个日本军人 后来战死在缅甸 他从小就表现出对日本的喜爱 喜欢日本文化产品 喜欢生鱼片 甚至不愿意穿缅甸的传统服饰 而这些特征也都在他六七岁后逐渐消失 当时抗人这个案例 我简直醍醐灌顶 原来转世的规则 是遵循就地投胎 这不会就是我们国家 现在这么多二鬼子的原因吧 伴随着记忆的消失 大部分所谓前世带来的恐惧或喜好 也会同时消散 但并不是所有孩子都是如此 还有极少数的孩子 直到成年都还拥有前世的记忆 我们之前聊过的唐江山就是如此 那么问题来了 这么多的案例 这些明显的共性都是真的吗 这本书其实就是调查研究的论述 因此书中总结提出 假如这些案例是假的 就可能是家长的杜撰和引导 家长可能长期由于思念失去的亲人 朋友或者为了引起关注 而杜撰自己孩子是某个人的转世 在家长耳濡目染之下 孩童大脑发育不完全 很可能会误以为父母说的就是事实 结合自己脑中的幻想画面 逐渐形成了虚假的记忆 或是从头到尾就是孩子自己记忆出现了问题 我把幻想当作记忆 但是这两种可能都不能解释许多细节的阐述 比如前面提到的博比 在全家都不知道 博母曾经流产过一对双胞胎的情况下 他是怎么幻想出对应事实的故事呢 更别说有些案例中 孩子甚至有吻合前世伤口的胎记了 鉴于全球范围内 幼儿说出前世记忆的案例数不上数 因此集体杜撰的可能性相对来说 也应该是比较小的 如果非要用科学来解释 基因记忆或者记忆获取似乎更有可能 基因记忆就是家族内部的一种记忆遗传 新生儿就可能天然拥有上辈的某些深刻记忆 而信息获取是指人死后 记忆可能以某种信息的形式存在和游荡的空间中 其中一些会被孕期的孩子或心肾儿获取到 这样形成自己的记忆 这是吉姆塔克团队提出的可能性之一 也是这类话题讨论下网友们普遍认可的说法 而胎记的产生 就可能是上述提到的记忆影响到心理 从而在发育过程中出现相应的痕迹 无论如何 前世记忆依然是个未解之秘 用科学来解释也好 用玄学来解释也好 最终就像吉姆塔克教授所说 我们只能给出一个无法证实 但也无法证伪的结论 这么说在诸多案例当中 还有着非常严谨的统计和查证 作者和他的团队 只闻希望能够通过大量的案例 来总结出前世存在的可能性 毕竟生死轮回 在世界许多文化中 都是大家默认的事实了 比起人死如灯灭 大家也似乎更愿意接受灵魂永存 所以我们不妨暂时抛开 人死后究竟会怎么样的谜团 因为这注定是没有答案的 我们可以选择相信 当然也可以选择质疑 毕竟别人的故事 对于我们自己来说 最大的价值 就只是提供一时的谈资而已 假如相信前世的存在 让我们比较释然 那就不妨相信 假如相反 那就坚持做个唯物主义战士 倒也没什么不好 好在这些故事中 我们通常不会看到 当事人负面的情绪 在一个人人生的终点 终究还是爱和遗憾 主导了一切 他们大多数都只是遵议和怀念 在唏嘘和遗憾中放下前世 然后坦然接受了今生的安排 不管前世真实与否 对于我们来说 也都是虚无缥缈 无法追寻的东西 倒不如只看眼下 只顾今生 把所有的爱恨和经历 都给现在 对了 故事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 假如将来你们的孩子 对你说起他的前世 记得不要否定他 仔细听听他讲了什么故事 说不定 从他的讲述中 你能获得人生最大的安慰 那些人生中追悔莫及的事 来不及告别的人 或许能在幼儿的讲述里 获得重生 感谢收看这期节目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收藏 关注一下我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